大家好,我现在身处在姚中仪文化馆,它是三级历史建筑群,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以香港文化传承为主题。 在18世纪末期,它是清朝深水埗关厂,去到19世纪成为了传染病医院。 用来隔离和治疗传染病的患者,例如是有天花、霍乱的患者。 一直到后来都有接收有麻风的病人、精神病者和长期护理病人。 直到2012年,经过重新的规划和活化的工作,成为了姚中文化馆,也有开放给公众参观。 我访问了一个路人,他认为姚中仪文化馆的交通十分之方便。 我访问了一个路人,他认为姚中仪文化馆的交通十分之方便。 设施亦都很齐全。 那里比较近市区,还有有些配套,有酒店,有吃饭的地方,有些莲花池,还有一个文化馆。 在城市中心中,如果你想用几几小时休闷休门,去休闷休门,去休闷休门的话,就会觉得舒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